。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所以我觉得每个人都可以去播音问 你的饮食当中有多少 肉食是多少 那么是不是说你可以做一个选择 减少 那么这样我们的身体 包括我们的地球 我们的环境 都有可能朝一个良性的一个方向去发展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